客委會的主委楊長正在昨天回到了 故鄉苗栗獅坦 參加童花紀錄片 花若盛開的獅坦手印場 而楊長正表示 希望再有此片 讓大眾看見遊童樹下的歷史 和生活環境 感受一下 臺三線和童花山林之下 獨特的人文樣貌和生活樣貌 客委會主委楊長正十五號傍晚 前往苗栗獅坦老街 參與童花紀錄片花若盛開 封捷手印 為推廣客家里山人文之美 客委會委託製作《華若盛開》紀錄片 歷史三年的田野調查與拍攝製作 紀錄了里山精神實踐的美麗客庄 戰後他們擔負起 臺三線客家庄地方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他們很艱困的把整個家帶起來 所以我們希望看到童花 要看到客家 我們希望這一群人的生命史成為臺灣社會能夠共享的歷史 當長正表示這部紀錄片意義重大 不只把師潭三代人凝聚在一起 也讓民眾可以從影片當中了解自己的故鄉 感受聚落共構的人文脈絡與美感地獄 三代人同堂 看到我們自己臺三線的歷史人文生態 看看這一塊土地怎麼樣把我們培養起來 我們又是用怎麼樣的一個精神在這樣的一片土地裡面勇敢地繼續生活下去 那我也感謝所有的鄉親在這個過程中的配合跟支持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部紀錄片 本片於10月7號起將陸續在各頻道播映 希望民眾能透過紀錄片的鏡頭 感受客裝的動人故事 以及山林之魅 記者綜合報導